你那邊有什麼環境? 跟Will在打電話機 麻煩你跟他打通宵 你打算告白元就跟阿金過夜? 你別管 我要保證一整晚沒有人騷擾我們 我最怕Will經常失驚無常出現 說一句, 驚喜不驚喜?意不意外? 放心吧, 我會照顧Will的, 幸好 找阿金? 行了, 按電梯吧, 很快到 二十二樓嘛, 這樣也忘記了 媽媽, 記住我們剛好吃飯經過 行了, 其實我為什麼怕那個女人? 總之穩妥一點好嗎? 好, 是不是這裡嗎? 怎麼這麼巧在這裡會見到你? 不好意思, 這裡要預約 我想你們找錯地方了 走錯了嗎? 來, 坐在這裡休息一下也行吧 彭太太, 看來你不像剛好撞上來 是剛好, 那就證明我們有緣 不過是業緣 還以為我們大家已經各不相干了 誰知道原來有人還在搞事 我真的不太明白你在說什麼 說什麼? 我說你好幫二叔一起搞我們三兒子 當年我把你帶走的時候 你懶得說 連兒子也不跟我們姓彭 從此跟我們彭家沒有任何關係 你現在這樣做 是不是想回來拿好處呢? 當年不是你把我帶走 是我要跟兒子離開 我當天說過 不會再接受彭家任何好處 當年是這樣, 現在也是一樣 是你就別幫二叔做證人了 這件事你沒好處都肯子 我就不相信了 你聰明的話就不要再幫二叔了 幫他搞風搞雨, 接著搞自己吧 我沒有搞事 我也不是在幫波子 我是幫Philip 你說什麼?Philip… 最討厭你這樣叫我老公 我當天親耳聽Philip跟Paul說 會放棄公司的控制權 讓Paul說了一件事 這是Philip的意願, 我說事實而已 你肯定了 你不要再讓我聽到你叫Philip 我跟你說 我才是彭家名門證取的大少奶 我可以證明Philip是沒說過 那就看看官員到時候相信誰吧 你… 這個不是彭家大少奶 還有她倆公子? 是誰? 你別拍照, 你還沒人公理 我老公而已, 你們很紅 一起四個嗨吧 你別拍我的照片, 告你, 我告你 我告你, 我告你 別管你 我撐你們, 我告你, 我告你 我撐你們 伯母, 我剛巧到樓上吃飯 搭你遇到他們 剛剛你聽到了 別怪我多事 這宗官司看來你是Paul Pan那邊的關鍵證人 他們剛才這樣已經是騷擾證人 你可以告他們 不要了, 我不想多事 我告你 尤嘉, 抱歉, 有重要事 一頓飯, 下次再吃 幹嘛生氣? 還要吃杯麵這麼慘? 就算當我說錯話 你也應該瞞著我, 不是瞞著他 你無視我嗎? 你幹嘛瞞著我呢? 弄得你吃杯麵好像與我無關一樣 就是與你無關 我? 大紅, 你是來的 你幹什麼?都說我喜歡鮑魚麵給你吃 我就說喜歡吃鮑魚眉杯麵 很大隻鮑魚 你不吃, 我吃 我怎麼餓了 跟這個人玩遊戲還不放飯 你又說找大紅, 叫他來幹什麼? 我沒叫他來 他也沒叫, 不要叫他 阿金找大紅, 關你什麼事? 你在這裡幹什麼? 吃杯麵 我吃鮑魚麵 對了, 你急著找我上來幹什麼? 你媽媽找你沒有 他今晚有兩台私房菜, 還在忙 他正在忙, 你又知道他要找我 那究竟是你要找他 還是他媽媽要找他? 今天有人上私房菜找你媽媽 而這個人是彭財集團的大小奶 你剛才這麼遲 就是因為坐電梯中途去了伯母嗎? 我在電梯中途碰到這位大小奶 和她兩個兒子 聽到他們說要找你媽媽 那我媽媽有沒有事? 我肯定出現, 決定就走了 你媽媽說話很溫柔 不過個人很困難, 沒事的 你應該知道他們為何去找你媽媽 他們來是想要我媽媽 不要出庭替UnclePaul做證人 我只是擔心他們會再騷擾你媽媽 一定會 我這個大媽最喜歡搞事 大媽? 廣場大媽? 我最想叫他做死婆娘 不過我媽媽教我做人要有禮貌 我才叫他一聲大媽而已 那伯母就是… 不是, 剛才你叫PaulPan做Uncle 其實彭家的事, 我真的不想再提 不是, 阿金, 你應該清楚了 你說吧, 我拿啤酒 PaulPan是大紅的二叔 他過世的大哥Philip, 是大紅的爸爸 那就是那個彭家大少奶 是大紅的矮子大媽? 我記得大紅的媽媽說過 大紅十歲那年 就決定不再看這個大少奶的臉色 要和彭家的斷絕關係 是, 於是帶大紅離開了彭家 大紅之後就改了跟媽媽姓馬 原來你是有錢仔 有情歲月竟然瞞著我們? 我媽媽跟我一起 和彭家斷絕關係 也沒話可說 我打算媽媽遲下出庭做證 所有事情都會通天 到時候大家都會知道 我還說來做什麼 想像到到時候你也很煩 到時候那些記者一定大起底 我媽媽答應了出庭做證人 已經預料了, 她也不怕, 我怕什麼 總之我不是彭家的私生子 我只是我媽媽馬小年兒的兒子 不是了, 我們四個怎麼可以有秘密? 今天就要盡數心中情 把我們的不能說的秘密都說出來 不是, 你知道我這麼多秘密 你這些東西我就什麼都不知道 對不起 慢著 對不起, 你有咪咪得達人就知道 我們就不知道 沒有 我亂說而已 好, 女兒子, 別撐到沒女工那麼遠 我媽媽那邊, 我會陪她多點 叫她小心點 你不覺得奇怪嗎? 案子還沒排到上高院 彭太太怎麼會知道 Paul、Pink是證人List 去找你媽媽? 是呀, 這樣吧 我會找UnclePaul聊天 那個女人也不會死, 在腰上庭 我會再吵她 彭太太 你這樣做是恐嚇證人 對家會做事對我們很不利 我聰明的 路過說兩句而已, 何來恐嚇啊 總之你聽我說你什麼都不要做 我會找人搞定她 你安心等開庭, OK? 發言人有得看了 精華片段和搞笑花絮 都可以在這個頻道找到 現在就訂閱了